他原本是一名死囚 却逆袭成为大唐军神 他就是军事家李靖 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完美地站错队 害得自己差点丢了性命 但是他之后战战封神 一生无败计 成为大唐第一名将 灵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他是怎样逆袭成功的 他的逆袭之路是什么样的 今天给大家讲讲 这位传奇将领的一生 李靖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 李靖的爷爷呢 是北魏时期的官员 他的舅舅也是随朝名将 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李靖从小就受到熏陶 因此啊 非常的有文才武略 还非常有上进心 成年后的李靖 虽然担任的官职都不高 但是他的才能在随朝的公卿中 是出了名的 随朝末年 返随的人越来越多 李靖跟随李渊 一起出征去攻打突厥 李渊暗中招兵买马 准备造反 但是这件事刚好被李靖知道了 李靖竟然还没有看清形势 他偷偷前往都城 准备向随阳邸告密 但是当他走到长安时 李渊已经濒临长安城下了 不久 李渊成功占领长安 李靖被活住 李渊想处死李靖 可李世民呢 觉得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于是极力替他说情 最后保下了李靖 随后李靖成为了李世民的手下 公元618年 李渊建立唐朝 为了平定割据势力 李靖跟随李世民出兵 成功立下战功 不久后 萧贤占领江陵一带 李渊派李靖和李孝公前去征逃 当时正是雨季 江水暴涨 水流湍急 将领们都请求 洪水退去后再进攻 但是李靖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啊 此时进攻最为合适 萧贤一定也是想的 涨水不会进攻 所以戒备就没有那么强 这时候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那胜利就在眼前了 李孝公觉得 李靖说的对 于是率军前进 果然萧贤没有一点点防备 唐军就这样出现 连续攻破了两个阵 接着向其他地方进攻 萧贤内心有点慌张 他马上调来了精兵救援 李孝公可能是因为前两仗 打得太顺利 太过瘾了 所以他上来就要出兵去迎战 李靖劝他不要出兵 可他偏不听 结果打了败仗 敌军赢后就开始四处抢掠 李靖看见敌军的队伍大乱 于是抓住十击出兵 成功击败敌军 接着李靖率军到达江陵城下 李靖将缴获的战利品 敌人的船只全部放到江水中 船随着江水飘到了下游 萧贤的援兵看到江中飘着的船 以为江陵已经被攻破了 所以都不敢再向前了 萧贤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援兵 只好选择投降 援军后来得知江陵已破 也选择了投降 此战告捷 李靖仅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 李渊给他升职加薪 李靖在讨伐辅工幼时 他使用的什么方法取得胜利的 公元623年 李孝公和李靖作为老搭档 又一起去讨伐辅工幼 辅工幼将兵力分散开来 抵挡堂军 将领们都建议 绕道直接进攻辅工幼的心脏丹阳 只要攻破丹阳 其他地方的人就都会投降了 李靖想的和他们又不一样了 李靖觉得 丹阳仍然会有重兵把守 如果不以最快的速度攻下 那么就会腹背受敌 到时就凶多吉少了 现在应该先消灭眼前的敌军 然后他又想出了 引蛇出动这招 他先派老弱一点的士兵去进攻 将敌人引出城 然后大军在外进行反击 如李靖所料的一样 敌军果然中计了 李靖亲自带领军队进行反击 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随后 李靖带着骑兵昼夜艰行 赶到了丹阳 李靖突然的出现 让辅工幼感到恐惧 他没想到 李靖竟然这么快就来了 他带兵逃走 就这点胆量还敢出来造反 他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等他到了吴郡的时候 被唐军俘获了 至此 江南地区全部平定 李靖又立战功 升职加薪是肯定的 江南的局势安定后 北方的局势又紧张起来了 东突厥支持割局势力造反 还不断地袭扰唐朝 李靖就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 哪里搬 李靖呢 被派到了北方 突厥的吉利可汗 率领十万多士兵 进攻太原地区 由于突厥来史汹汹 将领们都抵抗不了 只有李靖率领的军队赢了 一年后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 成功坐上皇位 吉利可汗 利用皇帝更替的机会 率领精锐骑兵进犯靖州 并且直接冲到了渭水 李靖再次出兵抗击东突厥 吉利可汗不断派精兵挑衅 还派他的心腹 直师私利入朝 查看情况 当时长安能拿兵器打仗的人 只有几万人 征调的军马还没有到 情急之下 李世民亲自到渭水 与吉利结盟 他们才退兵 暂时先稳住了突厥 原本李靖是想到宾州反击突厥的 但是因为结盟而作罢了 李靖灭绝东突厥后 又是怎样对付土玉魂的 不久后 东突厥国内发生叛乱 又刚好遇到天灾 他们的羊马都死了很多 所以出现了饥荒 族人为了生存都四处逃难去了 这是一个打垮东突厥的好机会 李世民让李靖作为总司令 分道攻击突厥 李靖冒着严寒向突厥进攻 吉利没想到李靖会突然倒来 吓得面露难色 李靖先用了一招离间戟 派间谍离间吉利和心腹的关系 使得吉利心腹大将投降李靖 突厥实力大损 随后他在朦胧的夜色中 一举攻入定乡城内 吉利可汗仓皇逃走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但是又遭李济军队的打击 于是请求举国归附唐朝 实际上吉利心里的小算盘可不是这样的 他之所以这样做事 想为他的国家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 养精蓄锐 等到何时的时机卷土重来 李世民派李靖去迎接吉利 李靖很快就看穿了吉利的这些小心思 想趁机消灭吉利 于是连夜出击 吉利还以为自己的计划得逞了 所以就没有防备 看到李靖来了 他再一次逃跑了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他依然没有逃跑成功 逃跑的路上又遭到了李济阻击 不久被擒货 东突厥从此灭亡 公元635年 土玉魂进犯梁州 李世民决定反击 他最先想到的主帅是李靖 但是李靖因为腿上的病还没恢复 就没有让他去 可李靖一听说上战场就非常的激动 于是他不顾一切的请求出征 李世民非常的高兴 就同意了 李靖前往土玉魂的时候 正是寒冬腊月 天寒地冬 一路上风餐露宿 非常的艰辛 在与土玉魂的第一场交战中 顺利打败了他们 土玉魂的浮云可寒 非常的狡猾 他往西逃跑的同时 还把野草都烧光了 让唐军的马没有草吃 这样 唐军就不会那么快追上他们 但是 他们想错了 李靖并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李靖让军队分成两路进攻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陆军进展顺利 在曼头山击败土玉魂军 得到了大量的牛羊作为军粮 接着又再两次打败土玉魂军 唐军的其他军队也进展顺利 浮云可罕见打不赢啊 保命要紧 快逃吧 他率一千多骑兵逃到气中 此时的他 已经是穷途陌路了 士兵们见 跟着他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啊 都各逃各的了 没过多久 浮云可汗就死在了自己部下的手里 浮云可汗的长子投降于唐朝 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 成功攻灭了土玉魂 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解除 公元六四九年 七十九岁的李靖离开了人间 这位威名显赫的大唐名将 走完了他光辉璀璨的一生 李靖东征西讨 宫必取战必胜 一生从无败继 为唐朝建立华夏王朝千年以来最大版图 做出了巨大贡献